小時候打球只是當成興趣嘛 然後加上我本身很喜歡運動 然後就這樣打完了國小 然後到了國中 大概國二 國三的時候 我才發現說 它不是一個興趣那麼簡單的一件事情 因為國小打球 可能就想說要當職棒球員 那是我的夢想 但是到國二 國三的時候才發現說 這個夢想其實蠻困難的 也是需要自己付出很大的心力 甚至要犧牲自己假日的時候 然後和家人朋友相處的時候 所以當我到國二 國三的時候 發現說這是一個 很難去達成的事情的時候 其實自己會更去努力吧 然後也會更去珍惜說 坐在球場上打拼的時候啊 夢想當然可以有很多個嘛 像很多人會想要開飛機啊 或者是當歌手 當演員 當運動員 甚至就很多嘛 不過我覺得是階段性的 比如說你這個階段 你覺得自己該去完成哪一個夢想 就去完成那個夢想 但當你達到那個夢想的時候 你要再去做另外一個夢想的時候 我覺得也是可以的 我覺得人要有夢想 也才會有動力吧